我叫Angie 玩滾著流冰 玩了二十多年 我覺得很自由自在 穿了鞋子後可以無拘無束地踩 我覺得曾經代表香港十一年 最好的成績就是 全國的花式滾著流冰的亞軍 和速度滾著流冰的亞軍 今年三十一歲的王嘉芸出生在香港 是一位英籍華人 八歲時他開始學輪滑 憑藉出眾的能力和天賦 一九九六年 他被香港輪轴溜冰代表隊選中 十一年間 他曾多次代表香港到世界各地征戰 2006年 嘉芸從香港隊退役前往澳大利亞留學 畢業後他也曾做過其他工作 但最終還是將心愛的輪滑 當做了自己的事業 我真的想要回來這個運動 因為我覺得 畢竟我在這個運動那麼久 我覺得我要為這個運動貢獻一下的 現在的嘉芸是速度輪滑國際台判 也是一名輪滑教練 喜歡旅行的他 經常帶著輪滑鞋到世界各地參賽 感受當地人的人文風情 在嘉芸的輪滑旅行計劃中 成都是他環球旅行的重要一站 我帶著我的輪滑鞋 已經去過很多不同的國家 然後這一次成都的馬拉松 我一定要去的 吸引成都 在成都 彭州葛仙山 正在進行龍門山國際戶外生態三向賽 正在創建世界賽事名城的成都 利用龍門山脈豐富的地勢資源 首次將輪滑 自行車和馬拉松創造性的結合在一起 這是成都天府綠道迎來的首次國際比賽 吸引了來自法國 荷蘭 意大利等35個國家和地區的 三千五百多名選手 前來參賽 我住在法國 在馬西亞 我有點緊張 但我開心在這裡 我想要競爭 我準備競爭 喜歡帶著輪滑去旅行的嘉芸 在全世界 結識了眾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他們都是世界頂級的輪滑高手 曾在世界多項賽事中獲得冠軍 這一次 他們相約來到成都龍門山 能否在成都奪冠 是他們此次成都之行 面臨的第一項挑戰 我們現在開始了嗎 這三個多四個都比 都會贈成了嗎 我們開始了 我們準備好了 還是 慢一點啊 注意安全 好不是之後再加速 這次的龍門山輪滑馬拉松賽道 設置在龍門山國家地質公園 全程共48公里 距离出发已经过去了一个半小时 选手们的体力逐渐消耗殆尽 佳莹和她的朋友们 能在这次比赛中取得满意的成绩吗 加油 加油 我好累 我已经找不到我的脚在哪 已经没有感觉我好久没有滑那么远 然后也是我自己一个人滑嘛 所以很累 特别累 最终 佳莹的朋友们 荷兰男选手马田夺得了男子组冠军 意大利女孩卡罗塔荣获了女子组亚军 这是一个很厉害的赛 第一个赛是很快的赛 所以他们把我杀了 但是后来三赛 它非常好 所以我真的很开心 我挺开心 我希望做得更好 但是我做得更好 所以没问题 近年来 成都与香港两地之间的往来日益密切 生活在香港的佳莹 对于成都这座世界旅游目的地城市 早就新生向往 来成都之前 佳莹就已经做好了完备的游玩攻略 希望让这些轮滑世界冠军们 和她一样变成成都的粉丝 昨天我就是一个运动员 今天我就变成一个导游 带我朋友去参观成都粉丝最多的明星 Let's go 探访大熊猫 无疑是佳莹带她的朋友们 在成都的第一站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被誉为国宝的自然天堂 这里生活着一百多只 憨太可居的大熊猫 熊猫 家云知道 这些平日里习惯了竞技的 世界顶级滑轮高手们 可不会满足于单纯的游玩 她决定给他们设置一项小比赛 大家 我们有一个比赛的写议 我们有一个比赛的写丝 来看看 谁能拍最好的照片 给他们拍最好的照片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小伙子 给最好的照片 给最好的照片 OK? 所以我的梦可以去 不到半天时间 他们的手机相册 已经装满了大熊猫人的各种文态 那么究竟谁能摘得这次 熊猫摄影大赛的贵冠呢 我们要给大家示范 选择最好的摄影 哦 太可爱了 但是我要选择困难的 怎么办 你看这一只 因为你能看到他的面子 然后看到他在吃的 这是给你们的摄影 好 新年快乐 这里就是最有程度味道的宽窄箱子 所以我就带了三十个外国朋友来这边 体验一下成都人民的生活 他们有300年代的历史 他们经常住在这里的房子 现在他们做了新的设计 现在他们做了新的设计 然后做了一个商店 对 全部都很棒的地方 谢谢 这个是叫食摩 因为它们把它切成小的 把饼子切成小的 小的一个 对 然后把它切成小的 我让你来到这里 他说现在好像在健身房一样 例如我已经在买了 大熊猫的萌动可爱 历史古街的古老韵味 口感丰富的成都小吃 嘉芸和他的朋友们深感不虚此行 然而明天迎接他们的 将是此次成都之行的最大挑战 我们这次来成都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带了国外的朋友来一个小学 来跟小朋友一起交流轮滑的 如今轮滑这项运动在成都大受追捧 在成都有着近百家轮滑俱乐部 轮滑运动也深受小朋友们的喜爱 这项运动不仅可以锻炼 孩子们的专注度 意志力 还能帮助孩子们建立团队协作意识 大家好 我叫王嘉宇 然后在我旁边这位是来自意大利的 这是成都一所小学 学校将轮滑运动 大入了孩子们的日常课程 这些年轻的轮滑世界冠军 能得到小朋友们的喜欢吗 我肯定是一个有些人的 我肯定是一个小学 我认为很多孩子在游戏上 10-15岁 在我们学校里 没有游戏 没有人用游戏 所以很棒 所以在游戏上 短短三天 香港女孩佳云 和她的轮滑世界冠军朋友们 在成都感受到了 优秀的办赛条件和能力 世界旅游目的地城市的 悠久文化和独特魅力 以及这座城市 无数热爱文华和运动的 孩子们的热情与朝气 未来三年 成都将重点举办 67个国际体育赛事 将有越来越多 世界顶级体育高手 来到成都 感受成都 这座世界赛事名城的激情 与活力 未经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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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多